影着霜 你的根紧握 这片土壤 追着浪 我的夜飘过 万里边江 要向往 暗的尽头是 地久天长 当相遇又别离 当相依又远去 我不曾忘记 剑影刀光 划破斑驳的天空 落下的梦 破碎的风中 长风破浪 看千万恒毒草 天苍海 容装装飞烟 我并需难量 忘了有约一场 会愿你在身旁 不负春光 就算天边笑脸 陪你天涯中间 看阴火落双肩 恒语 恒臣不惠不堪 都岂有约一尽 由你恒臣不惠 恒臣不惠不堪 为了吗 我为了 谢谢你 恒臣不惠不堪 护送父皇难撤的 只要进入江南岸 有长江天险的话 那定会安然无余的呀 父皇 万一战事不利 儿臣愿意留下来 率后队抵挡敌军 倒是还请大哥 获得父皇先行一步 二弟你 果然是忠勇可嘉 大哥是父皇长子 将来这天下大师和父皇 都要倚仗大哥呀 我若是能留下来 抵挡住敌军 获得父皇和大哥周全 就算是死 也值得 莱儿真是一个 孝顺的好孩子呀 二弟呀 二弟你 你 你不能 陛下 你 陛下 陛下 清兵陛下 前些来消息了 快说 秦王破西长青了 攻心陛下 秦王大破孙贼 已经领军攻入西长青 什么 恭贺贼皇 父皇皇夫妻天必有天下 秦王才可以收复西长青啊 恭贺父皇 父皇重用秦王 秦王才能收复西长青 此乃父皇名剑千里 是天下之福啊 好 很好 吴国师说得没错 朕就是 真隆天命 只有朕登基为帝 才能够拯救 天下苍生 恭贺贼皇 Dynamic 又终之你 三十二辈子 红星 你们要渴吗 忍透 势 尽 尽 我 还渴吗 看 冷 多 再 再 好 舒服 ậ ко 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年我十六岁 按照惯例入宫败别先帝 骑程去劳篮关 那时我犯了错 先帝十分生气 不愿辞见 便命人传话给我 让我安分守己 不要再给李氏子弟抹黑 殿下现在已经收复西长经 也可以搞为先帝在天之灵了 好 追孙靖的人 如何 经过几次短兵相接 还是没能拦住他们 孙靖的亲信副将誓死护卫 看来孙靖现在 应该还是昏迷不醒 他们且战且退 已经连夜退到通关了 崔大将军呢 这破城之后 崔大将军便率队入宫 在剑园殿前下马 厚入云霄台 他说了一句 异兴阑珊 不过如此 便率队出宫 前往了城外 崔家军的大影 不过如此 我也想如他一般 破城杀敌 到最后再来一句 不过如此 拂袖而去 这才是臣正的大强风范 殿下 您与他还是不同的 可此时的我 十分羡慕他 殿下出劳难关 率兵秦王平定天下 现在已经收复西长经 所以从此之后 你不与世人相同 也不能再说 羡慕他人了 是啊 多无趣啊 阿盈呢 他跟崔大将军 一起出城了吗 原来这就是皇宫啊 小伟 这里好像除了楼高一点 屋子大一点以外 也没有什么不同吧 你看 咱们现在待的地方 叫做御辉楼 往前 那边是建元殿 前正殿 景德殿 那些都是前朝皇帝 李政的地方 那个高墙后面 就是东宫 以这个御辉楼为界 再往后 就是后宫啊 这一片屋子 这么大一片屋子 得住多少人啊 皇帝有十几个儿子 摆来个孙子 人丁兴旺 宫里住不下 就等这些诸王成婚之后 给他们分府 住到宫外去 只可惜 孙靖谋反 把这李氏子弟 几乎都屠路殆尽了 我去 秦王来了 阿盈 有一件事 我想要拜托你 什么事 先太子妃消逝 她任入府中 为了给孙靖下毒 自己也慎重去毒 如今她性命垂危 我想要请桃子 给她医治 一男女友大方 请你代为照顾 原来是她 给孙靖下的毒 你放心 如此大义之人 我定不负你所托 就是这盒口汁 娘娘说 若在饮食中下毒 只怕会饮得孙静察觉 所以才下在口汁之中 娘娘还说 这毒药啊 有一股甜香 也只有口汁的花香 才能掩盖住它的气味 而且只有一次机会 终于等到贡城之日 她立刻将毒药 吐在了自己唇上 全然不顾这毒 也会侵入她的心脉 娘娘 真是冲着痛归于尽去的 妈 少 sog 员 满 肚子 真是 牛 而臣见过父皇 免礼 免礼 谢父皇 秦王遣了兵马出城来迎接 朕作为天子 要摆了大驾 回西长京 接受百官的朝贺 父皇 儿臣有几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还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 说 如今秦王已经收复了西长京 立下了不适之功 不知父皇打算如何犒赏秦王 这 他可是朕的儿子 这再说了 为君父分忧 这不就是他的本分吗 还有什么犒赏啊 父皇已经封三弟为秦王了 这众秦王之中 我以秦王的封号是最为贵重的 若是再犒赏的话 也只有封三弟为太子了 你说测他为太子 力敌力掌都轮不到他 你就说说 为什么要测他为太子 若父皇眼下无力三弟为太子之意 他又刚好立下了大功 没有犒赏 只怕这别有用心之人会挑唆三军 到时要闹出什么滑变 那就不妥了 这 这 这 滑变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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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莫花 父皇回宫之后可以打开宫中内堂 据说这孙贼走得匆忙 宫中内堂中的贵重财物都没有带走 内堂 是啊 父皇 父皇不妨打开宫中内堂 赏赐给收复西长经的将士们 将士们自会感激陛下的圣恩 就算有人煽动也不会跟着闹事 还是俊儿来儿的法子好啊 朕回到西长经 就把宫中的内堂打开 叩赏三军 陛下公参天地 折逼万事 万岁万岁万万岁 陛下公参天地 折逼万事 万岁万岁万万岁 娘娘 娘娘你醒了 娘娘你醒了 醒了就好 醒了就说明独行烧解了 外面 外面是什么声音啊 娘娘 您都昏睡了好多天了 亲王殿下 说珍惜君说服西长经 迎陛下回宫 今日啊 陛下说百官朝贺 外面的声音 正是三军的谢恩之声 我们 我们赢了 娘 娘 娘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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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放心 我们赢了 娘娘放心 赢了 这 这两位姑娘是 娘娘 娘 这是崔家军中的何孝卫 受秦王所托 特来照顾娘娘的 多亏何孝卫带来桃子姑娘 每日精心配药 才终于解了娘娘的毒 多谢何孝卫 娘娘大意 救了天下人 何某应该替天下人 谢谢娘娘才是 又怎担当娘娘一个谢子 这庆天不错 就是这个账卖有点旧 都换新的 是 儿臣见过陛下 免礼 免礼 秦王你来得正好 这次收复西长经 你立下很大的功劳 说说看 想要什么赏赐 是金银 还是要封地呀 陛下 儿臣什么赏赐都不用 儿臣想请旨 待儿臣派人寻回太孙后 还请陛下应允迎回太孙 太孙 孙境谋乱之时 试杀先帝 先太子 兴得云场将军韩畅 护卫太孙逃走 陛下 太孙 乃先帝敌传之血脉 请陛下应允迎回太孙 并令其为储君 这么大的事 朕还要考虑考虑 陛下 先帝崩 先太子殉国 太孙继位 是名正言顺之事 朕都已经说过了 要好好考虑一下 你先回去吧 这阵子你也挺忙的 先回去好好歇歇 没什么事 先不要进宫 是 娘娘 你还是再用一些吧 姐娘 孙境还活着吗 娘娘 是 按理说 我应该忧愁 因为大患 终究未处 可是想到当初 她浑身是血冲到宫里 握住我手的那一刻 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是先太子妃 娘娘 我在登宫的那段日子里 我活着 但只是一具躯壳 我 没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会感觉 我是真正的一个人 可我是先太子妃 我本不该心悦于她 娘娘 我 我知道 我不会再说了 不会再有人知道 我与她之间的过往 再也不会有人知道 此刻的我 还是爱慕于她 还是爱慕于她 娘娘 娘娘 我 我与孙季 虚语为夷 我铭剪一试 死不足惜 娘娘 绝望 您千尽不可这么说呀 放心 我现在是不会死的 我还要确保太孙 平安归来 我要看着她 让他承认 他 到时候 我才有颜命 到地下 去见先太子 娘娘 不要 不要 嗯 你还舍得来看我呀 我以为崔大小姐 怎就把我抛出了后 秦王殿下为何如此健忘 明明是秦王殿下 让我去照顾萧妃娘娘 萧妃娘娘今日的身子 终于好多了 吃了半碗粥 也能说话了 我这才有空出宫来看你 我一出宫就来看你 都没有去见我阿爹 你还不领情 那我走了 我要出城去见我阿爹了 我说笑的嘛 这样子 你陪我一会儿 待会儿我陪你一起出城 去拜见崔大将军 好吗 你就不怕我阿爹 再把你捆起来 塞到箱子里去 那你还是会救我的呀 那可不一定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 不然为什么一个人躺在这儿 没有 发门看了一本书 闲得都快要睡着了 我听说陛下开了宫中那套 散尽乾薄 犒赏三军 按理说你立了这么大功 你这秦王府应该是车睡马龙的 怎么如此静悄悄 我又不喜欢那些文官 再说了 我是秦王 我又领着镇西军 结交文臣多有不便 结交武将呢 那更是不阿田李下了 所以我就想闭门谢客 我 这些文武百官也知道我的性子 可不敢上门来过早 旁人倒也罢了 难道不应该去拜见一下顾相吗 前日在朝上 顾相官府原职 陛下还要赐他一个爵位 但顾相跪谢历词了 真是风骨过人 之前收复西长青他也帮了不少忙 所以那日下朝之后 我便去了顾相府拜谢了顾相 光是拜见致谢就完了 那 他连陛下的赏赐都不要 那我还能怎么办 既然都去了顾府 就没有见见顾婉娘吗 我去见顾婉娘做什么 你见她做什么 我可管不着 这一天 阿姨啊 你吃醋了 我没有 你就是吃醋了 我才没有 我要出城了 进我阿爹去 我陪你 免得你不放心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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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吃醋了啊 两位客官 瞧瞧 选点什么 咱们店里的果然啊 那是饱满香脆 唇齿流香 客官一定满意 这里每一样都给我来一份 客官 您稍后 你当日在信州说 待入京之后 一定要一起来这家干果店 今天算是如鱼而至了 这一次买了这么多 够你吃一些时日了 怎么听起来有点不情不愿呢 倒也不是不情愿 只是一想起来 今日一别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时期了 突然做小儿女之态 还让人挺惊讶的 本来呢 想少买一点 这样你每次吃完了 就会想起我 但是我后来想想 还是多买一点吧 这样你吃的时候就会想起我 更好 谁吃干果的时候会想起你啊 我呀 我吃的时候就会想起你 毕竟 你喜欢的 我也会喜欢 客官 您的干果好了 谢谢 等 走吧 好 娘娘看起来好多了 走路也稳了许多 桃子姑娘说 只要加以调养 身后便再无大碍了 何笑未到 娘娘 娘娘今日觉得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 快过来坐 谢谢娘娘 看娘娘的气色是好了很多 桃子跟我说 娘娘的毒解过之后 身子会十分虚弱 需要用一些血身补一补才好 我告诉了秦王 秦王便挑选了一些上好的血身 让我带进宫来 送给娘娘 替我多谢秦王 娘娘客气了 前些时日 听姑娘说 你是崔家军中之人 嗯 受秦王所托 一直在宫中照应我 真是辛苦姑娘了 没有 娘娘您客气 说是赵颖 不过都是锦娘 还有宫女们在张罗 我也就是过来 陪着娘娘说会儿话而已 姑娘 是秦王的心上人吧 我虽从未见过秦王 但在我处境最难之时 与他通过密信 他的为人之道 从种种细节能窥见一二 我知道他府中并无女眷 你一定是他的心上人 他才放心 将我托付于你 娘娘真是敏惠过人 娘娘真是敏惠过人 我是一个 世杰无义之人 唯有一死 才能了断此生 当初秦王答应过我 一定会帮我寻回太孙 我知道秦王 也是一个信守承诺之人 我的身份是先太子妃 如今在宫中 处境尴尬十分不妥 我想离开宫里 去一个僻静之处 找一处安身之地 也请姑娘 转告秦王 臣劝王 娘娘放心 秦王必定会答应安排 你真的信何吗 他是挺国家的 他的身份 公司 也许多不愧 因为他也许多天 你也许多天 他的身份 可是秦王 他根本的你 也许多天 不算命你出去与他相见 可是后来一想 还是算了 此时不宜 以后多的是机会啊 是 陛下回京之后 犒赏三军 可是唯独对秦王 没有任何的赏赐 我想 陛下身边一定是出现了小人 八成是 听信了谗言 世间事无碍如此 功高震主 赏无可赏 大概这也是陛下的为难之处吧 确实啊 秦王呢 已是众王决之中最为尊贵的了 可是 秦王他收服两金光复我大禹王朝 立下如此颇天大功 一点赏赐都没有 实在是说不过去啊 父亲是觉得 陛下正值春秋鼎盛 此时 还无意册立太子 不然的话 要册是必册秦王 可是信王局长 秦王自有得陛下私宠 自陛下登基以来 还未册封皇后 皇后所出 才是嫡子 背负打算明日上书 恳请陛下追封秦王生母 秦王立下如此大功 其生母就该被追封为皇后啊 听说秦王生母出身卑微 听说秦王生母出身卑微 管他出身卑微不卑微 能够生下秦王这般出色的儿子 那生母还不该被追封为皇后吗 秦王叶西云一托เช 这一语决 信王齐王的生母董氏 追封为昭成皇后 秦王的生母刘氏 追封为昭仪 专一ados 陛下 臣以为不妥 臣负义裴大将军 追风 一是陛下恩典 二是为了礼续人伦 秦王自劳兰关起兵之后 平定宇内收复两都 如此功绩 生母若只为昭仪 恐怕难以彰显陛下 临召万方之恩典 陛下 臣以为 刘氏但遇秦王 理应追风为后 臣负义 末将负义 臣负义 你们一个个的 口口声声说秦王立下大功 收复两都 东都呢 陛下息怒 都是儿臣无能 你闭嘴 刘氏出身卑贱 难道就因为她是秦王的生母 就必须追风为皇后吗 陛下 陛下 既然生母出身卑贱 惹陛下不喜 臣自请耻去王爵 去劳兰关蜀便 你 陛下请息怒 秦王生为仁子 敢生母 但遇之恩乃仁之常情 请陛下输秦王 滚 你给我滚 陛下输秦王 朕不要再看到你这个逆子 滚 莫无君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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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免去秦王行军大总管一职 令在秦王府中闭门思过 不奉御 不得出府门半步 不得参与军事 不得妄议朝政 钦此 臣礼逆 臣礼逆下恩典 我年幼的时候呢 奶奶哄我说 我要有什么心愿 就折一个竹蜻蜓 等它落地的时候 那我的愿望就失下了 那个时候呢 我特别想见到我阿娘 别人都有阿娘 就我没有 于是我便折了好多只 好多只竹蜻蜓 翻到墙上 一直一直地往下放 直到 全部放完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奶娘是哄我的 这一个心愿 无论这多少处青天 都无法实现 忘记我 毕章斯 你明显是最卑贱的毕妮 你一生下来 就把他给磕死了 还会记得吗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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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你說 為什麼搶你兄長的東西 我沒有搶他的東西 是他搶我的朱婷婷 還罵我 他瞞你什麼了 你倒是說呀 他到底罵你什麼了 說不出來了吧 你這孩子居然敢撒謊 你 我沒有 你還頂嘴 我沒有 你就是撒謊 我沒有 你還頂嘴 我沒有撒謊 撒謊 我沒有 你再給我頂嘴 我沒有撒謊 撒謊 你就是撒謊 撒謊 我沒有 撒謊 我沒有 撒謊 我沒有 也許你也 會時而想起 小的時候 你又救過我的性命 後來 又來到加州 無論我做什麼事情 你都默默地支持我 但我犯了錯 也是你來幫我承擔 你用著我的名字 不知道經歷了多少危險 到最後 也是為了救我而死 你做了十幾年我的兒子 直到今天 為你立來這座衣冠中 才能將你的真名示人 但在阿爹心裡 你一直如同我親生兒子一般 鳳兒 阿爹 定然會替你報仇 從今天起 你只是你 不再是翠麟 你就是劉承風 但是你永遠是阿爹的兒子 你也永遠是我的兄長 好 好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来来 拿酒 拿酒 老三 老四 老来喝水十八晚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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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干了 干了 来来 干了 干杯 老来喝水十八晚 第一碗就是那一松开 水十八 小培将军 小培将军 羊排 去这块 来来来 小培将军 这肉好 来 放 来 我们接着喝 接着喝 吃起来 现在都这种局面了 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喝酒烤肉唱曲呢 先 先来一杯 忙了没有啊 来一杯 你吃好吃的 孙靖派往百岳的大军 这儿的羊肉好不好吃 看你这次烤得怎么样 走走走走走 来 来 来来来来 外面有新王的耳末 请话小说一下 承煦天我一直在等你 此时孙靖 在铜关虽然中毒昏迷 但他早晚会醒过来 他盼望百岳的大军 已经在返程的路上 若大军跟孙靖在铜关会合 那就麻烦了 十七郎 那你的意思吗 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 最好的法子就是 想办法让裴大将军 派你去长州 这里是长州 这里是海水 游南至北 这里 就是杰杀整百岳大军 最佳的地方 放心 这件事情我和父亲 肯定会办妥的 还有一件事情 要拜托你 你的事我赴汤导火 都会去办 赴汤导火倒不用 就是你可得帮我这个麻了 放心 你把南京都记住了 快来 快来 快去打 咱俩 请观察 护家 可有什么口信送来 那就有劳信使了 何校尉不打算看一眼吗 原来是小裴将军 亲自替秦王殿下送信来了 这封信呢 麻烦你交给何校尉 不 你也知道 现在是崔小姐 他就在洛阳城外 崔家军大营里 施子郎 你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和崔家谈呢 还是说已经找到了 收回东都的方法 都不是 是私事 你这偌大一个秦王府 虽然说陛下用羽林军 围了个水泄不通 但我就不相信了 你找不到人给你送信呀 耳朵呢 你有所不知 现在羽林军奉旨 每天要给府里 一杆人灯点蟒 耳朵伸手再好 一日之内来回 也来不及 实际王 我和你说了 摁下如 哥 谁说赴唐蹈火 在所不辞 这么快就变卦了 还欧俊河 刚买来的点心 你送过去 他爱吃 快点 石七郎现在已经被软禁在府中 但他却只惦记着给你写信 你真的不打算看一眼信吗 小裴将军放心 就算天下的坏人都死绝了 你们家秦王也不会有事的 殿下不顾风险 数次救你性命 你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看来 你果然就是铁石心肠 秦王立此大功 若是现在仍旧在朝中 陛下有何可赏 若是陛下赏无可赏 那秦王的两位兄长 还有朝中大臣 是否会记得 秦王夫妻被禁足 表面上看 兵权尽势 可实际上 他真的失去振袭军了吗 小裴将军也是领兵打仗之人 何时该冲锋 何时该扎硬休整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以为我 你也也不办理 他冲锋 你不里面 咱们跟一边 好 我一言 都不省了 你一言 你不认识 你两个不乱 倒不乱 你两个不乱 你点击一句 尴致 你一言 手不不乱 你一言 他还不乱 你一言 他不乱 你一言 你一言 他的手不乱 你一言 你一言 一言 没有 大晚上肚子饿了吧 快吃口刚送来的点心 垫一垫 还是你最好 我真的有点儿饿了 快吃吧 小薇 这个点心不甜不腻 真的很好吃 那个信 你真的不看啊 你真的不看 要不然你看看 这 这怎么是张白纸啊 小薇 你早就猜到了是不是 这什么意思啊 李逆让裴元来送信 就说明 他虽然被软禁 但依然有可用之人 而且振熙君 也仍旧听命于他 别的事情都不重要 干吗要多费笔墨呢 你们这两个聪明人 总这样一来一往的 累不累啊 是啊 比不上有些人 只要哨子一吹 那个耳朵啊 就巴巴地赶紧跑来了 吃吧 吃吧 喝吧 如果忘了流年萤花 等回忆碎了沉默 若在你心上的斑驳 那牵扯是我难扯 不过思念不曾遗忘 却念着回到最初一刻 宿命曾有过的温柔 多想为你留着 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 从此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 沿着记忆的轮廓 等待是我的执着 如果爱记得为你说的声诺 颠覆了影 我会为你爱着 喜爱为了你哭声 一直等着你回应我 如果爱记得为你受的声诺 颠覆了影 我会为你爱着 心愿为了你割舍 一直等着你回应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